8月8号 今天立秋是吧 两次的波动幅度很小 请看文章的第一张图 我说的这个横盘突破之后的这个小横盘 就是这个小横盘 也不算入 今天是个小星线 舌子星线 仍然在趋势之上 趋势没有破位 领部没有结构 操作上无操作 操作上没有操作 跟昨天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等待这个小横盘的下一次的突破 上升的过程中也会有些小低点 这都很正常 好吧 上升的过程中也会有 市场已经不落了 还要落到跌去了 已经处于上升周期当中 但是呢 上升周期也不是一方不顺的 三浪如果起的话 主升阶段其实核心的也就一两种 所以你看现在不涨是不涨的 涨起来也很快 大家就耐心一点 持股再涨 能力点的打一 好的 我们可以看下一个当初 60分钟序列出第八 但是呢 不是12345678是吧 明天如果第一个小时是低开低走的 低于 这个阴线的周刊价格 就会出现序列的第九 60分钟第九 因为它是最高分嘛 所以假如说明天上午第一个小时不跌 是上升的 它就不会出现 如果明天上午的第一个小时是下跌的 那么这一波的下跌周期 明天上午是有可能先开小低点 小低点 在这个上升的过程中 这个我们判断是三浪上升嘛 在三浪上升的过程中 它是一个比较漫长的上升周期 二浪一百多天 三浪上升理论上是不应该比二浪规模更小的 二浪的毕竟是一个次级逆向波 就是一二三四五 整个五浪上升都是上升周期里的 它会有一二三四五 在上升周期里 就是上升式阻击正向波 调整是次级逆向 二浪和次浪就是调整浪 那么理论上的三浪是不应该比二浪更弱的 但是呢我们只能从线段的角度来讲 从线段啊 线段它是一个空间和时间的结合体 如果空间大时间就不会特别长 如果空间小时间就会长 那么从线段的角度来讲 我认为呢不应该比二浪更小 所以呢这里只是三浪的初期 不管是时间还是空间 这个观点我们一直以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今年的主要任务呢 就是回避二浪回调 并且把三浪做满 这就是今年的主要任务 能理解不 能理解我说的意思不 所以现在三浪的初期嘛 它主要的防范的风险呢 就别被洗出去啊 好吧 别被洗出去啊 耐心一点吧 不涨归不涨的吧 那么其实三浪的组成阶段也会非常快的 很短的 但是呢 你比方说这个三浪的组成阶段就一两周的话 你想这个二浪一百多钱 三浪如果大几十天的话呢 一两周 那前面和后面可能都不涨 那中间就那么一段时间是上升的 但是就够了呀 所以不出现组成阶段 大概率三浪是不会结束的 我们也不需要太多的心啊 现在目前来就持五代涨就行了 好吧 趋势目前还是比较接近 也不排除趋势有反复 但是即便趋势反复 我个人判断呢 后面上升还是主旋率啊 今年主要就是持五啊 下半年主要就是持五代涨 这个四个字要混沌下去 不要因为短期的走势而改建你对中期和长期的判断 牛一我们已经抓到了 现在的牛二至少目前我们买的位置还比现在的位置低 牛二是吧 就等着一个起三浪了 三浪一起没低点了 什么时候起咱也做不了数 就等着呗 好不好 二浪是从哪里开始计算的 春节之后的第一天 春节不放长假吧 过个年 过年之后的第一天直接高开低走 是吧 到现在绝大多数个股 绝大多数板块 绝大多数指数 都是下跌很惨烈的啊 基本上指数都创新低了 深程指 护身300 上升50 那都跌了一半以上 所以今年上半年如果不回避下跌 那今年的行情就分数肯定不及格嘛 就不会超过60分嘛 上半年的下跌回避掉 下半年的上升再做满 今年就至少90分以上 能理解不 理解的反一 所以上半年的回调 你下跌你不回调 不会超过60分 下半年你做的再好 也不会超过60分 同理 下半年你要没做上 对吧 也不会超过60分 今年一个下跌一个上升 上半年下跌下半年上升 那么今年的关键点 就是回避上半年的下跌 然后超中年的底 然后做好下半年 我就反正就这么想 你看说起来挺容易 是不是 上半年很难的 说起来其实挺容易 但是做起来很难的 下半年也不会那么容易 也不会想象到 说起来的那么容易 好吧 可能会有高点 有回调 甚至有快速的回落 单日大一线 这种不断的洗你 你洗的迷迷等等的 我没看到的 是吧 各种想出去的 说半天合的三浪还没开始 你是龙吗 你是听不懂中国话吗 还是智商有问题 小学五年念了六年 这是三浪的初期 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来讲 还有很大的 什么时候说三浪没开始了 想法很丰满 现实很无感 我们就是这么判断的 也是这么做的 有问题吗 你有更好的方法吗 没有你在这光什么大厢 就今年的行程 你有更好的做法吗 我就问你 有没有 向阳清课学员 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更好的做法 就今年的行程 你们有没有 没有就 就按我说的来呗 这什么话 对吧 你既然没有更好的 你就再按我的来呗 至少今年过去的这些日子里 没给大家亏迟吧 就是在这个坚持的过程中 别被其他的学员 有部分的学员影响 有一部分学员 他其实他不是坏 他就是怂 他先生就那样 你别为他们影响 你该怎么做交易 还要怎么做交易 好吧 所以你在学员训练 最大的价值 不就是我在这吗 以我说的为主 当然个人建议紧供参考 你不信任 那是你的自由 但是你别影响别人 行不 咱们商量一下 你可以不信我了 因为这是你的选择和自由 但你尽量不要影响其他的人 好不好 这些交易呢 其实没有特别的复杂 没有那么复杂 你比如说现在了 你就观察 我说了 你在观察过去的几波上 998 第一波 涨到1200多 回调到104点 998点 然后1664 第一波 涨到2000多点 是吧 回调到1800多点 是吧 然后这个5178 第一波涨涨多少 然后又回来 5178那波 就是在初期的时候 涨得比较慢 咱那横盘横了 差不多几个月是吧 在底部就横盘 我也不涨 我也不低 我就横盘 这个5178点 然后展开5178 这波大的上去 它好像也初期慢 后期快了 所以呢 你看这几波行情 全部都得有牛1和牛2 就是最低点和次低点 咱们在讲这个 一半两倍的那个趋势连线 你们还记得吗 记得的答应 一半两倍 那个旋线 我们一开始定义趋势的那个 注意啊 那个趋势的连线 是从牛1连到牛2 然后再从牛2连到牛3 对吧 你们还记得吧 代表了 低点要逐步的上移 趋势才能越长越快 越长越高 那为什么要以变化趋势的连线 牛3牛4的时候 60度角 60度角破位 可能这趋势就完事了 连了三次左右 趋势就完事了 就整个 这波上升的趋势就完事了 所以呢 牛1到牛2的 这个血率不会特别大的 这就是我们今年 为什么要回避 上面年的这个 血厂的调整 就是我们已经判断 初期的时候 会有一波 比较 大幅度的 长时间的回落 就今年当年的来讲 就这个回落 必须的回避 回避 那不是目的啊 对吧 我们毕竟判断是不创新低的嘛 也就代表了这个 牛2之后是三浪 二浪调整嘛 它再怎么弱 它也是二浪 不会是创新低 不创新低 那牛2一出来 趋势不就形成了 对吧 最低点 跟现在这个地点一连线 就是短期趋势 然后呢 这个三浪起来之后 再连四浪的地点 再往它一连 然后五浪破这个趋势 基本就完事 好吧 拆花花呗 稍等啊 我给大家写个图 给大家画图 大家算这五个画吧 我给大家写个图 给大家画图 少等一会 看图 指数是不是应该有掌声啊 然后再给大家画呀 这就应有你们要求啊 牛1 一浪的起点 牛2 二浪的起点 然后连图直线 这是第一个趋势 第一个趋势连出来 画的这直线不标准啊 然后上升 到四了 这是牛3 这是牛1 牛2 牛3 再往上连直线 过牛2和牛3 再往上连趋势 当第二条趋势线出来的时候 第一条趋势线 删掉 以第二条趋势线为准 那么将来 五浪上升 依托第二条趋势线 一旦向下破位 则代表 全部的 破位用这个绿线啊 全部的趋势的结束 所以牛1和牛2之间的趋势线 不会特别的抖 所以今年的三半年的 这波的调整一定要回避掉 但是二浪要抄底 做满了三 四浪 才能够再连一个趋势 进行牛3的这个趋势 划完图之后能理解了不 这系统特里有啊 这些课我写的最好了 对系统特里是有的啊 系统特里有 说的嘴巴清楚 好的啊 也代表了 这个三浪走完之后 即便出现4 也不代表这波趋势结束 我不判断才结束啊 最后面理论上 还应该有一个 走完1235 全部走完之后 可能会进入到一个 相对较大的调整周期 那么之前呢 就是这个 就今年的主要任务呢 就是回避 二浪的回调 然后做满三浪上升 现在只是三浪上升的初期啊 就目前的这个 目前的这个上涨 就是初期啊 好吧 倒是回避四浪嘛 根据三浪的规模再看啊 根据三浪规模再看 但是我认为呢 这个四浪的低点 就不会很低了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 要回避二 但不一定回避四 或者是小回避四 小幅回避四 二呢 它回落的比较大 时间比较长 但是四不一定 四浪低点呢 就是这个 比如三的这个低点 就这个地方的低点 要比一和二的这个角度要大 你看过去的几关上去 它也是这样的 那就重要的低点 日线级别的低点 在不断的上移 趋势才能够移 一次的往上连 趋势才会不断的向上 角度越来越陡 好吧 三和五的连线 大约六十六十度角度左右 因为它不一定都是五浪的上升 你看五一七八 它就不是五 它有可能是七浪 它不是完全走五浪的 好吧 但是呢 有一点 就是如果 我再画一下图 再画一下图 好吧 好 我看这张图 一浪上升 然后二浪回落 然后三浪上升 三浪上升的速度 如果比一浪上升的速度快 后面还有五 然后四浪回调 然后五浪上升 五浪上升速度 如果比三浪上升速度还快 后面还有七 所以呢 根据速度来判定 是不是从一个趋势 从鼎盛时期进入到摔费时期 好吧 可以通过速度来进行判定 这我也可以非常担心吗 可以啊 可以 所以目前这个阶段啊 就现在这个阶段初期啊 牛市整个牛市初期啊 坚定意志吧 坚定信念吧 别被人给洗出去好不好 然后呢 其他的学员就算你 这个有部门的学员 就算你不看好股市啊 就尽量不要影响别人啊 这前两天说空舱的那个学员 我为什么把他进研了 你说最低点你给空舱了 二浪最低点空舱了 你自己愿意空你就空 你要把别人影响了 你说你居心何忍呢 对不对 你忍心吗 自己是还不是还拖两个电背的是吗 反正呢 这个我认为就是现在目前这个位置啊 这个有资金其实还可以买啊 这个很低啊 当然我我是没资金了 我是都买进手上漫舱了 满舱之后也省心了 对不对 持股待党呗 等着呗 持股待党 你要看美国股市看印度股市 对吧 因为这连练的方式就更长了 更能连了 他也是低连的 不断的上移啊 才长得快的 A股会走牛市的 你怎么就想到A股不会走牛市 前两天谁说了什么 这个五年发五千只股 如果你想到未来五年再发五千只股 一万只股 有什么牛市啊 巴拉巴拉一大堆 第一个 现在虽然说是五千只股 它是五年吗 中国股是三十年了 一共才五千只 你怎么算得五年五千只呢 第二个 中国好的公司 一共就那么多 那是说你这个一年 五年发五千只 然后五年再发五千只 再后五年再发五千只 有那么多公司吗 有那么多上市公司吗 有那么多好的上市公司吗 就怎么讲呢 那实际上也就是 发到一定程度 该上市的上了之后 后面的发的这个节奏 跟退的一个节奏 就会差不多了呀 对不对 所以它那个判断的 逻辑的基础就不存在了 然后我就说了 我是装大将吗 装马户吗 还有什么问题吗 什么结论 持股在涨 出的这 就这结论 告诉大家 目前是出起 上场出起 好吧 来信一点 目前这样发行股 逻辑正常吗 正常 有啥不正常的呢 好像发行股 节奏已经开始变慢了 现在发的 美国又发的这个 新股的数量 已经开始减少了 不是说条件减少 是自然减少 中国没有那么多的 好的公司 可以上市的 能上的都上了 都注册制了 对不对 都注册制了 你能上 你为什么不上 所以能上的都上了 等这波上完了之后 没有那么多 高级上市的 对吧 来讲是不是这道理 什么什么五年 五千值 后五年一万值 再后五年一万五千值 这可大什么 这不是 另外呢 就是说从股值的角度来 在过去的这么 这么长时间里 一直 股市比方说 前面是三千点 现在也是三千点 可是前面的三千点 适应率四十倍 现在的三千点 适应率是十倍 指数没涨是没涨 但这些年经济在发展 对吧 适应率才在降低 目前这三千点 跟那个三千点 不可同日而语的 好吧 另外呢 就是少想 我有时候这个 都嫌自己啰嗦 话多 大家少想 我就少点 是吧 想那么多 没有用 去日常 结构修建 价格会包容一切 什么经济啊 是吧 什么战争啊 地缘政治啊 贸易战啊 价格股价会包容一切的 好不好 最多小啊 我也少点心 好不好 但我也少点心 这两年 我的头最心 喜对喜对 喜对喜对的啊 好吧 不多讲了 数量五十九分 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